国内新冠疫情严峻 虚然而单日的病例更是连日破迁 掌管公共卫生和谐妇女及家庭事务发展的 雪州行政议员西迪玛利亚就指出 医疗机构延迟通报病例是造成周内病例暴增的其中原因 不过截至目前 卫生局还没有对延迟通报病例的私人医院或诊所开发 另一方面为了应对不断攀升的确诊病例 沙亚南梅拉华地体育馆即日起 会冲作八打零线的新冠肺炎评估中心 卫生局预计中心首日会迎来超过1300名患者 连日破迁的病例 让雪狼儿成为国内新冠疫情最严峻的州属 掌管公共卫生和谐妇女及家庭发展事务的 雪州行政议员西迪玛利亚 今天在沙亚南梅拉华地体育馆巡视时 就要求私人医院或诊所 其实透过卫生部推荐的公共卫生实验室 资讯系统通报病例以避免延值通报 造成州内病例暴增 尽管如此 西天玛利亚表示 截至目前当局都还没对延迟通报病例的 私人医院或诊所开罚 只要求各方配合 强调相较执法 各方的配合更为重要 而随着玛利亚地体育馆 即日起冲作八大零线的新冠肺炎评估中心 雪州卫生局预计 首日会迎来超过1300名患者 这包括预约和非预约患者 当局预计 梅拉华地体育馆 可以容纳高达1500名患者 西天玛利亚指出 尽管八大零线新冠肺炎评估中心 主要为县内患者而设 不过来自其他县区的患者 如果前来这里 中心也会给予一样的治疗待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